如果你对英国王室的消息有所关注,那么肯定不会对卡米拉这个女人感到陌生。 卡米拉是英国王室现任君主查尔斯国王的第二任妻子,她的个人形象一直都不太好,原因就是她曾经作为第三者介入查尔斯与原配妻子戴安娜王妃的婚姻之中,查尔斯国王当年就是出轨卡米拉,与卡米拉大搞婚外恋,而直接导致她与戴安娜王妃的婚姻关系破裂,并且最终已离婚收场。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卡米拉由于有着介入别人婚姻的不光彩历史,因为她的个人形象一直都不太好,在许多人心中,对这位事实上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感到并不喜欢,而卡米拉也很明白这一点。 自从她与查尔斯国王正式结婚,成为查尔斯第二任妻子以后,她就一直努力通过各种方法改自己的个人形象,希望提升自己在公众中的声誉。 卡米拉努力改变自己个人公众形象的做法,也被哈里王子写进了她那本名为《被胎的王室回忆录》里。 并且,哈里王子对卡米拉的描写非常不好。 据英媒在当地时间4月16日发表的一篇报道,哈里王子的回忆录中称卡米拉为危险的恶棍,这让她受伤。 报道称,卡米拉的一位好朋友说,卡米拉尽量不让哈里的评论打扰她,继续维持当前生活,但哈里在回忆录里对她的评论让她很难过。 由于哈里在自己回忆录里对卡米拉的不好描述,在5月即将举行的查尔斯国王加冕典礼上,卡米拉与哈里王子的重聚将是一件尴尬的事情。 自去年9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以来,卡米拉与哈里王子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在此期间,哈里在1月份出版的备受争议的《备胎》回忆录中诋毁卡米拉,并在她和妻子梅根共同制作的网飞剧集系列中,对卡米拉一些不好的评论,这激怒了卡米拉,并且伤害了她。 在备胎中,哈里将卡米拉描述为危险的和恶棍,同时还指责她在努力改变公众对她的看法时将尸体留在街上。 哈里还声称,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卡米拉牺牲了她,并指责卡米拉向媒体泄露了有关她与梅根、马克尔的一些秘密。 卡米拉的好朋友和支持者之一是兰斯当侯爵夫人,她是卡米拉女儿劳拉·洛佩斯的教母。 她向《星期日泰晤士报》透露,卡米拉对哈里的言论感到失望,这不是跺着脚或咬牙切齿,而是一种翻白眼的反应。 但这当然困扰着她,当然很痛苦,但她不会让她影响到她。 她的哲学总是,不要小题大做,事情会解决的,说得最少,修补得最快。 哈里和她的兄弟威廉也曾恳求他们的父亲不要娶卡米拉,她在自己的著作备胎中写道, 我对得到一位继母有着复杂的感觉,我认为这位继母最近在她的个人公关祭坛上牺牲了我。 兰斯当女士还透露了她对卡米拉接过新女王一波的钦佩,并补充道,不同寻常的是,她已经75岁了。 当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安定下来退休的时候,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一位知情人士还告诉,星期日泰晤士报,卡米拉在为这场大型活动做准备的过程中, 一直在努力让人们听到她的声音,但她内心确实有坚定的决心。 你可以从加冕典礼的排练中看到这一点,让她的声音被听到有时很有挑战性。 但她通过说这就是我的想法,并与国王交谈,来确保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她担心事情不会进展顺利,并本能地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地调整以确保一切顺利进行。 卡米拉下个月将与丈夫一起加冕,这将是英国70年来的首次加冕。 据透露,没有多少王室成员有兴趣与哈里王子交谈。 而实际上,考虑到哈里在自己回忆录里对卡米拉如此直接,如此露骨, 卡米拉心中对哈里难免有所不满。 而当卡米拉真的在查尔斯国王加冕典礼上与哈里见面, 两人必然都会感到相当尴尬。 到时候,可以想象,那很有可能就是一种脸上虽然勉强装出微笑, 心中却暗自笃咒对方的滑稽场景。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英国媒体报道, 国王查理三世有容乃大,允许与他一起加冕的英国王后, 卡米拉与前夫的儿孙们在加冕典礼上扮演重要角色。 虽然如今,听国王指控的白金汉宫还没有最终确认究竟是谁会被邀请参加加冕典礼, 但王后卡米拉的家人自然不在待定范围内。 朋友们表示,已经成为王后的卡米拉在宾客名单这件事上态度坚定, 他的血脉必将发挥关键作用。 今时不同往日,以低调敬业形象洗白近二十年的卡米拉, 如今已经是英国王宫中最有权势地位,最有话语权的女人。 新王查理三世为了爱妻术度对公众食言, 已经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把伴妃女士提拔到了英国王后这一母仪全英的位置上。 就在加冕之前,白金汉宫开始用微妙的英语表达形式, 公开称呼卡米拉为王后陛下。 几周后,就是七十年太子查理三世的加冕典礼, 私底下,查尔斯和卡米拉都在计划着, 要让谁扮演什么角色,给谁荣光,打谁的脸。 国王查理三世方面已经决定, 只有出席王室公务的王室成员才能站在白金汉宫阳台上看飞机表演。 这包括了国王的长子威尔士亲王威廉和王妃凯特, 他们的三个婚生子女乔治王子, 夏洛特公主和小儿子路易王子因其特殊的地位, 也可以与父母一起露面。 其他有此殊荣的人等是国王的妹妹, 英国王室大公主安妮和海军上将驸马, 刚被提升为爱丁堡公爵的小弟弟爱德华和公爵夫人索菲, 还有国王的公爵表叔和表姨等几位行将旧幕的老公务员。 显然,国王把次子苏塞克斯公爵哈里王子排除在外, 以示薄成,更不用提他的美国王妃, 好莱坞女明星梅根,马克尔, 儿子阿奇王子和女儿莉莉贝特·戴安娜公主这三位了。 一起失了圣宠的还有国王的大弟弟, 多年比较对象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 这位被美国人告上法庭的英国王子, 显然还没有某位宗教首领的面子大, 媒体可不会把他的不当行为也解读成, 特殊的特有的文化表达方式。 相较于国王的铁腕无情, 成功深厚的卡米拉则对家人和朋友有情有义。 从女王麾下改投国王和王后的白金汉宫, 虽然没有出面确定到底谁在加冕典礼的官方客人名单上, 但卡米拉的家人已经确定将要发挥关键作用。 成为王后的卡米拉决定与时俱进, 让贵族制度看上去不那么等级分明一些。 她用一位68岁的老同伴, 侯爵夫人菲欧娜取代了侍女为自己服务, 并由此人出面告诉各方面报刊, 卡米拉加免典礼目前的一些安排, 譬如让十几岁的孙子孙女给她撑起滑盖。 侯爵夫人说, 王后这是非常重大的决定, 但让孩子们在她身边更有趣。 卡米拉与天主教家庭出身的贵族前夫有五个孙子孙女。 女儿劳拉加三个, 伊丽莎十五岁, 双胞胎男孩路易斯和格斯都十三岁了。 儿子汤姆有两个孩子, 长女洛拉十五岁, 长子弗雷迪也十三岁。 女孩亭亭玉丽, 男孩也都棱角分明, 相当耐看。 还有, 卡米拉在客人名单这件事上一直很坚定。 在谈到嘉宾名单时, 侯爵夫人说, 卡米拉对朋友非常忠诚, 这反映在谁能去参加加冕典礼这个重要日子上。 她想忠于那些支持她的人。 另有消息人士称, 目前王宫的侍者现在改成工作助理了, 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 决心确保一切能够完美顺利。 因为国王和王后希望她完美无缺。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其实扎茶开头就不好, 伊丽莎白女王从未允诺过卡三, 让她的子孙后代在王室重要活动上亮相, 但扎茶才上任不到一年, 就让卡三的孙辈在加冕仪式上扮演重要角色, 这让威廉王子以后不好对付。 而老卡用一己之力, 让前夫和自己的子女, 还有孙辈们都升级成了王室贵族。 得知这个愿望达成卡三抬头, 向天空望去, 心里内喊啊, 我终于当上王后, 带着我的儿女孙辈们步步高呀。 戴妃如果能忍一时, 这一刻就不会属于卡三, 戴妃的离开, 让卡三重新鼓足勇气回到了扎茶的身边, 取代了戴安娜原本的位置, 带着自己和前夫的子孙后代, 涌进王室, 一步步把王室重要的位置都换成自己人, 难道这才是她的最终目的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